是馬總統第一任外交部長 那麼在外交政策層面 我做了兩個重要的調整 第一個是捨棄外交惡鬥 倡議外交修兵 這個主張並沒有事先跟對岸溝通 是我單方面的主張 因為我深信對岸必然也會樂於修兵 因為兩岸應該都知道 惡鬥獲利的是誰 就是由左兩岸敲詐兩岸的小國家 可以說是我們兩岸是兩敗俱傷 假如說修兵的話 我們雙方都會省下很多錢 投入到我們國內的發展建設 所以我當時的認為是對方一定也會接受 當然他對外交修兵對岸從來沒有正式的回應過 但是他是用具體的行動來認同 所以馬總統八年期間 除了甘比亞的總統 因為在惡鬥期間他這個虛所都可以得逞 等到我們去修兵以後 我們可不隨便讓他敲詐了 所以他就很不爽了 竟然主動跟我們斷交 但他一斷交 北京馬上聲明不會跟他建交 也就是說北京就明確表態落實外交修兵 另外一個調整就是參與聯合國的案子 這個案子推動十幾年來 動用了我們國家很大的資源 但是毫無進展 所以我們外交部就決定調整政策 放棄聯合國案 轉而積極爭取功能性 專業性的國際組織 結果我們爭取到 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以及國際民航組織年會 以觀察員身份來出席 那麼以上這些不論是邦交的維持 或者是國際組織的參與 之所以能夠辦得到 就是因為兩岸在九二共識 各自爭議的基礎上落實了 兩岸外交修兵的關係了 但是我當時提出外交修兵的時候 被民進黨罵到臭頭 但事實證明在這個政策下 不但邦交穩定 參與國際組織 國際參與也取得了進展 還爭取到超過160個國家 給我們免簽待遇 所以很清楚的 我們的新的外交政策 確實是正確的 有成效的 2009年 台灣八八水災 國內受到重創 那麼外國政府就問我們 是否接受物資援助 外交部根據行政院的 災害應變中心所做的決議 通告外管 挽懈物資援助 但是給了現金捐款的銀行帳號 結果民進黨跟媒體 群起抨擊 抨擊外交部拒絕外援 當時我仍在歐洲 召開地區匯報 代理部長是夏立元政務次長 那他也很有擔當 外界這樣批評以後 他就決定扛起責任 向劉院長提出辭辰 但是劉院長沒有批這個辭辰 就問說歐鴻烈什麼時候回來 我知道他要跟我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縮短行程 奸程趕回來去見他 那他說要我批夏立元的辭辰 我認為夏立元是很難得的人才 他離開外交部的話是外交部的損失 更何況他是根據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的決議辦事 他錯在哪裡 所以夏的辭辰擺在我桌上四天以後 我寫了我自己的辭辰去見劉院長 告訴他假如外交部該負責 因為我心裡想根本不應該外交部負責 因為這是根據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決議辦的事情 根本不應該外交部負責 所以我說假如外交部該負責 當然是部長負責 不應該由副手來負責 所以我說請你批准我的辭辰 但是劉院長不同意 他說那你自己去報告馬總統 第二天我就見馬總統 馬總統反應跟劉院長一樣 他說你就批夏令人辭辰 那這個事件就結束了 我說我不能批 他說你為什麼這麼堅持不批 我這是責任政治的問題 這是責任政治的問題 那麼這件事情隔幾天以後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獨家得到消息 竟然在報紙上 頭版頭條報道 說外長歐鴻煉請辭 所以我外交工作45年 到這個時候畫上句點 退休 我要特別強調 外交官太太對外交工作的功能 請犧牲跟奉獻 我想沒有一個行業 太太需要扮演這麼周廟的角色 在歐美國家工作午餐都是單的 在中午進行 晚上的商會是屬於社交性的性質 而且絕大多數是在家裡進行 因為這樣才能有效的拉近 鼻子簽的感情跟友誼 而且一定要請配偶 否則是很失禮的 而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之下 太太也可以借機會認得很多的朋友 那麼在這一位太太認得一些朋友 跟他們的太太們也接受建立友誼 有時候外交官辦什麼事情 他的管道不通的時候 可能太太的管道反而通了 可以幫上忙 那麼外交官太太 像我們這個勤客在家裡固然他是瞞到翻天了 另外平時就要注意要準備很多好幾套菜單 免得下一次來 同一個外賓又吃到頭一道菜 所以變成太太要每次請客 把外賓的名單要記下來 那天的菜是哪些菜 還有哪個外賓不喜歡吃什麼菜等等 就是要做功課的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那麼即使不是在家裡吃飯 硬要到朋友家裡吃飯也很辛苦 因為他們晚餐應酬都是弄得很晚 中美洲差不多到11點半左右 在南美洲大概到清晨1點半左右 所以晚上應酬很辛苦 另外外賓太太是跟住在國的正商名流的 夫人們建立良好關係 有很多方式 比如說記得他的生日 結婚中年 他家人小孩子的名字等等 在他重要的日子要記得送禮送花等等 所以他們也都很用心的 也很辛苦 那麼尤其很多外交人員的眷屬 在國內都有很好的工作 他的待遇可能還比我們外交人員工作還好 但是先生外放 絕大部分的外交人員的太太 都把他的高興的工作吃掉 陪先生到國外去 那麼辛苦的幾十年以後 退休下來以後 我們在家裡看到出了一櫃子的旗袍 禮服 高跟鞋 什麼貂皮大衣等等 什麼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外交官的太太實在應該領薪水 另外外交人員的子女 應該是外交行業裡面很大的一個受害者 因為他們隨著父母不斷地換不同語言的國家 不斷地換學校 很不容易交接 結交或者維持跟同學的友誼 也很可能影響到他們人格的發展 那等到完成學業進入職場 也很可能沒有廣泛的人脈 因為他的一些同學一些人脈都在別的國家 很可能 這種情況缺乏人脈 應該在某一種程度上會影響到他們在職場的發展 所以我們外交人員總覺得很虧欠太太 也很虧欠子女 很趕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